外传首批BNT疫苗最快会在明天傍晚抵台 而9月初一共会到货185万剂分两批运送 另外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在脸书暗示 今天会有疫苗到货 还有名嘴在脸书发文说会有疫苗来台 但不是BNT 外界猜测是否就是外传今天下午会到货的 59.5万剂AZ疫苗 眼看疫苗陆续来台 接下来如果每天接种20万剂 在10月达到6成的涵盖率 这是否就代表10月份可以警戒降级呢 对此专家表示不能够单看疫苗接种率 还要是国内的疫情状况 否则大幅度的解封很可能会导致疫情反复 首批BNT疫苗传出最快将在9月1号傍晚飞抵台湾 外传9月初的到货量共有185万剂 会分两批运送 除了给学生族群接种 也有望提供给第一到三类对象混打 而好消息还不止这一桩 立委王定宇35号晚间在脸书发文表示 今天早一点说晚安大家明天见 还附上一个写着期待中的表情贴图 让网友们猜测是否又有疫苗要来 而名嘴王瑞德也在脸书发文说 恭喜大家会有百万剂疫苗来台 但不是BNT 外传可能就是台湾自购的AZ疫苗 59.5万剂将在31号下午到货 不过近来打完疫苗后出现掉发的案例 却在国际上频传 日本有一名28岁女子 6月底打完莫德纳疫苗两天后 开始严重掉发 到了7月中头发几乎掉光 日本最近也传出三例 接种完BNT疫苗后脱发的案例 相关的症状还得厘清是否跟疫苗有关 现在各国拼疫苗涵盖率 指挥官陈时中日前也表示 在国内接种人口数还没突破六成的情况下 暂时不考虑警戒降级 这样算下来 如果每天接种20万剂 是否有望在10月达到降级目标 不只是只有疫苗接种率一个因素而已 还要看国内的情形 还要看我们国内是不是有变异株 等等综合的因素 完全开放这个防疫的话 就会引起疫情的反扑 毕竟丘龙将到又面临Delta病毒威胁 疫情发展充满变化 防疫规定也只能滚动式调整 谢谢众和报导